《朝鲜网销实录》 阅读《朝鲜网销实录》 第二周《朝鲜网销实录》的重修 大家好,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我是张元亭 你这么课程使用的《朝鲜网销实录》内容 有这个网页可以确认 那么先讨论一下上周我提出的问题的思考 历史记录是否是历史事实本身 元定同学,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历史记录是一种历史事实的本身 因为《朝鲜网销实录》可能会因自身的立场 或是加以修改论识这些历史事实 那这成为一种历史记录 它部分还原了一些历史真相 当然这也只能算是部分的历史事实 对,所以元定同学的想法 就是历史记录 当然属于历史事实本身 但是不一定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 史观的它有什么样的观点来描述当时的事实 所以我们没办法透过历史记录 看到100%的历史事实 我也大概同意元定同学的想法 我想建议大家也透过这个时间 思考看看这个问题 然后在《朝鲜网销实录》第一天的记事 我们上一次的课程上看过 那边记录者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样的 那元定同学你觉得呢 我觉得《朝鲜网销》的史观可能要表达说 《朝鲜网销》的建国是一种正当性 是一种在高丽王朝失去民心的状况下而建立的 而不是一种得胃不振或是叛乱 是 所以我们在他们的第一天记录当中发现的 我们找到的就是他们想要对自己的建立 这个王朝的政党性 他们要表达我们有政党性的这种主张 所以可能高丽赵末期或者《朝鲜网销》初期的社会情况 应该也要参考当时的有一些统计之类的其他的记录 不可以只参考《朝鲜网销》史录来判断当时的社会情况 当时他们建立国家新国家的时候的情况 那我们要进去这个礼拜的《朝鲜网销史录》的记录 如果我们进去《朝鲜网销史录》的网站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史录有两个版本的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也进去过吗 对我们在朝鲜网销史录网站里面也发现有些史录的版本有两种 但是这里也我们知道史录重修以后 原来的版本没有丢掉的情况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丢掉以前已经有的史录的版本 然后已经有为什么需要再次编 史录的重修大概在政治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发生 所以旧政党跟新执政党他们之间怀疑对方在历史记录的时候 对我们政党的技术应该不会很公平 所以他们要重修《朝鲜网销史录》 但是他们重修完成之后 没有被弃原来的史录的版本 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弃原来的版本 那原廷同学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尊重 其实是执政党或是当权者也不敢直接把他说 都废弃掉 嗯 是 所以他们不敢做的 因为后来的人都知道他们重修 史录以后廢弃掉以前的 所以他们不敢做 所以他们给我们提供两种版本的史录 让我们能够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好处 那些两种版本的史录之外 在《朝鲜网销史录》的网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比如说燕山军时代的记录 跟光海军时代的记录 没有史录的名称 那原廷同学你看过吧 他们的记录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燕山军日记跟光海军日记 嗯 因为这两位之前登基为朝鲜的军王 国王 但是他们燕山军的话 透过宗宗反正 光海军的话 扔出反正 把他们的王位被废位的 反正 我们怎么了解这反正两个字的意涵 那原廷同学 反正呢 假如说燕山军暴虐武道 那士大夫们可能群起联合 把他废位 那接下来就有利 像是宗宗就是燕山军同父义母的弟弟 嗯 那这个过程一定是 所谓的李王朝的子孙这样子 嗯 对 所以燕山军执政时代发生什么事 或者光海军执政时代发生什么事 嗯 都不一样 然后中中时代对燕山军的记录 仁著时代对光海军的记录 我们应该要考虑他们的立场来解读 嗯 这个有点复杂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也说明 所以这两个 网代的记录 这个事实是一样 但是对燕山军跟光海军的评价的部分 有所不同 光海军对这个国王的评价 其实 嗯 嗯 比较高 嗯 但是因为有一些 事实 思考看看 光海军是宣祖的儿子 宣祖本来有一人往后 但是一人往后 他以600年 他没有儿子的时候 光平坚士有两位儿子 第二个就是光海军 后来人目往后 就是一人往后 过世以后 有新的王妃 他生永江大军 所以 但是永江大军他出生比较晚 光海军1575年出生 永江大军606年才出生的 所以光海军他 爆发人生恶然的时候 建立比较大的贡献 所以当时还没成为国王的时候 这个社会对他的评价也比较好的 那么我们把对光海军的朝鲜时代的 评价和当代的评价比较一下 光海军他本来是国王 但是因为有人主的反证 所以他中间把他的王位备以备位的 所以把光海军的王位拿下来而登场的 人主时代边的光海军日记里面 对光海军的评价当然不高 如果对光海军的评价非常高的话 这里代表拿下来光海军的 王位的理由没有政党性 所以对他的评价比较低的是应该的 那我们光海军日记 光海15年3月14日的记录 看一下 这个当然是人主时代边的部分 好那请圆鼎同学 我国服侍天朝两百余载 义则君臣恩游父子 仁臣再造之慧 万事不可妄言 先王领域四十年 自成四大 平常为常备息而作 光海望恩备德 往畏天命 殷怀恶心 疏款奴役 几位真奴之义 密教率臣官便相辈 竹志全帅 尸头颅 有丑四孩 在这里谈的是 明朝跟朝鲜朝之间的恩怨关系 因为明朝在朝鲜王朝 被日本侵略的人成窝乱的时候 明朝他们派援军来救朝鲜国家的 疑惑的人 疑惑的人对这个事实叫做 仁臣再造之恩 但是光海军 他那个时代 明朝的命运 快要灭亡的那个时刻 所以明朝向朝鲜王朝 邀请派军队 邀请派军队 是帮忙他们 所以这种邀请没办法完全拒绝 所以他派军队 先一代国王 当宣主时代发生的人成窝乱的时候 有他们的那么大的帮忙 但是所以那先王的话 那宣主时代 都没有了忘记他们明朝的恩惠 但是这个记录的记录者说光海 他已经忘掉明朝的恩惠 然后他在这里要跟女僧和亲 所以他派军队的时候下另外一个命令 说你们不要全力战斗 要趁机会要投降 所以这个光海军日记的记录者 他说因为有他的这种行为 所以留错四行 所以他的这种外交的方式 先要考虑 这个朝鲜国家的利益的这种外交方式 当时的记录者 对这种方式的评价非常低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当代历史学者 對他的評價 袁定同學你說明一下 當時光海軍就是用這種兩面的政策 就是不背棄民朝但是也不忍入清朝的方式 並在國家內積極的不防守 引堆積這個國力 免得說萬一有一天被弄清的時候 該怎麼辦 這也是他為什麼後來沒有被後軍侵入的原因 對 所以當代詞家的評價 就是他保護自己的國家的面向來評價他的貢獻 但是朝鮮時代對他的評價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我們在這裡可以原本跟修改版本之間有一些差異 先看一下對禮兒他提出要培養十萬兵的這個例子 來比較一下 這是朝鮮王朝實錄 先祖 15年9月1號的祭祀 那 袁定同學 耳長於驚喜 等一下 驚喜是什麼 驚喜就是那個朝鮮國王聽大臣講論金史級的地方 那也就像是國王的讀書會的概念 那也就像是國王的讀書會的概念 國王跟大臣們他們一起讀書會的時候 禮兒在那個時候建立 他建立這句話 請御養十萬兵 已被前頭不予之便 成龍曰 養兵所以養過也 論變勝利 而美嘆 有成龍財氣盡高 而不予與無共同事 無被死後 方必施其財 即仁臣之亂 成龍當國 料理君物 每稱而有先見之名 鍾情之節 死其不死 必有果於今日雲 所以這邊 有兩個人物 兩位人物出現 一個是禮兒 另外一位就是劉成龍 這兩位 這裡討論的是禮兒主張 我們應該要養十萬兵 劉成龍說 平常沒有事情的時候 養兵就是養貨的 所以他盡力反對 後來這個朝廷沒有採測 這個十萬病裡的案子 但是十年以後 發生人生污染 所以那個十年以後的 這個戰爭時代 李爾已經過世了 剩下的這個成龍 他那個時候擔任 宰相的任務 他回顧以前 李爾跟他之間的討論 然後說他還沒死的話 他一定會 這個目前的這個情況 他一定會有幫助的 他這樣好像有一點後悔的感覺 這個是宣祖修正史錄裡面的記載 我們可以推測 宣祖修正史錄 大概李爾那邊的人編的 還是劉成龍那邊的人編的 我們現在不需要他們的黨派名稱都要拿出來 但是在這裡可以推測到 可能是李爾那邊的人編的 那劉成龍他那邊的人編的史錄裡面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樣的論述 不過在宣祖史錄裡面沒有有關這個的記事 那我們看一下他們的黨派 李爾他可以說屬於西人 那我為什麼在這裡可以說 因為李爾他生存當時 朝鮮的那個政治黨派的現象好像沒有很明顯 那越後期越明顯 那也可以屬於西人 那宣祖史錄的編修 一開始西人擔任總裁官 那後來也換成為北人擔任 那剛剛已經看了那個宣祖修正史錄的話 是西人所編修的 所以李爾那邊的西人他們編修的 當然對李爾的評價比較高 但是宣祖史錄裡面 好像他們感覺不需要提到 李爾提出的十萬癢病的這個案件 所以宣祖史錄裡面沒有 但是宣祖修正史錄裡面有 因為他們認為他仍存傲覽十年前提出的 癢病這個案件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裡編修宣祖修正史錄的時候 在這裡他們把這個內容加進去的 那麼另外一位劉成龍對他的評價又如何呢 先看一下劉成龍他宣祖四十年五月十三號 對他的記錄如何 剛剛他們李爾跟劉成龍之間的討論 什麼時候發生的 人成傲覽1592年發生的人成傲覽十年前發生的討論 這是人成傲覽都結束以後 以607年對劉成龍的評價 也有稱讚也有一些批判 先看一下 天之充盈氣象端雅 早稅從由退席先生門下 今宿以理見者氣之 他是退席先生的門下弟子 所以朝鮮時代很有名的兩位 盧者當中一個 一個退席先生 另外一個剛剛看的李爾 李立姑先生 那他退席先生的門下 這代表他屬於男人的人 好 那他早一點在科技考試幾地的 好 廟臨映地欲望日述 樹葉之俠又致立於學問 終日端坐未常博矣 應接之際靜雅簡末 抄筆為文一揮而就 若不經意而精手有味 博覽諸書未常宋讀 而過言了難片字不忘 論說一禮成名群書 首尾驚到文者探服 然後中間略過 附提學精與勇 深究書中有約 成榮易難得之人 但乏載輔氣局 無大成風力 思維的論也 嗯 所以他好像很聰明 然後也平常的 他的行為也蠻 就是可以認定的 個人努力也非常好 但是最後的評價 他雖然這樣的難得之人 但是他作為大臣來講的話 他不太符合的那種風力 所以他天資的部分有很大的讚美 但也有後來的奴隸也可以 但是有一些大臣風解來看的話 有一些問題的這種評價 好那另外一個版本也看一下 也可以看另外一個版本 對劉成榮在宣主修仲實錄裡面 對他的評價如何 那同年5月1號 他的足跡的一部分 好 魁氏1593年 以首相獨當中外集務 天江之街日系旁舞 諸道奏讀 東西交集 成榮左右仇印 敏述如有 他劉成榮他擔任 但是這個年代就是 任聖河浪爆發的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他擔任首相 然後他有很多工作中外集務 當時的情況 因為該做的事情非常多的 這種情況下 也有一些明朝那邊來的 資文之類的文術 然後 早晚都 非常多的分量都到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朝鮮半島 韓半島裡面的那個 諸道也有 咒讀都很多文術 給他 然後 東西交集 這樣子的工作非常多的情況 成榮他左右仇印 民術如流 非常明潔的 都處理好 當時另外一個人 聖金這個人 雖然他跟這兩個人的黨派不一樣 聖金這個人是西人派 劉承隆他是男人派 我們在這裡 生青的評價又如何 實生青為被取狼 那這個被取狼就是 戰爭的時候的被編師的 軍務跟政府合體的體制 那邊的狼官 摘死青草筆 口呼書枝 文儒樹垢 未常點錯 那邊 他好像 比劉承隆 地位比較低 所以劉承隆他 那邊 講話的話 這個聖金 他記錄下來 他記錄下來的時候 他舉巴掌的那個文章 好像 聽起來很長的時間 編修的那種文章一樣很流理 所以從來沒有中間斷斷續續的那種中段 一直流暢下來的 所以 也生青他繼續在這裡講 親美玉人曰 其才為意得也 他的這個才能 好像不容易得到的那種才能 不過 然 局量狹小 詞論不宏 不能去彭黨之心 燒舍異己 則不容易嘲 君舉得失 亦不敢 抗嚴政告 五大成功解 在劉成龍的旁邊 一直觀察的這個身心 他的評價 就是他也雖然認定 他的才能 真的比較高 但是 跟剛剛已經看完的 宣傳實錄的內容不同的 就是這邊 宣傳實錄裡面 他的天生的才能也比較高 那邊也說 平常的行為 行動 言行都 評價比較高的 但是這邊 身心的評價 他平常的行為 有一些不好的 這是非常大的批判 就是他沒辦法去掉彭黨之心 所以跟自己的意見 稍微不同的話 他馬上排斥 有這種態度 然後他不太敢跟國王直接 見你 所以他沒有大成的風解 我們在這裡發現 劉成龍的天生的才能的評價 兩邊都很高 然後平常出生以來的努力方面 宣傳實錄裡面的評價也高 但是宣傳實錄裡面的評價不高 特別他在這裡指責 就是他有彭黨之心 所以他每次在朝廷裡面 討論的時候 跟自己不同的 很有排斥的那種行為 就是因為他有問題的人 然後最後 雖然這種他平常的行為的評價不一樣 但是這邊他好像沒有擔任大成的那種風解 對於這個意見上 宣傳實錄跟宣傳修正實錄 兩邊的評價都一致的 所以在這裡發現的是 兩邊的史觀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但是我們無法博認 他們從客觀的角度來評價的部分一定會有 好 那我在這裡提出今天思考的問題 我們看了朝廷網上史錄裡面 有兩種版本的存在 這種兩種版本有助於歷史研究的可能性呢 我們思考看看 好,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請大家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